好 再來關注的是國泰世華銀行舉辦的記者會表示 跟SOCO超過20年的聯名卡可能會在8月15號畫下句點 他們說SOCO是單方面終止合作 將在7月陸續換發Cube卡給會員 而先前國泰跟郝士多聯名卡才宣布終止 現在可能也要丟了SOCO聯名卡 所以呢 包括了持卡人數呢 恐怕會有個大洗牌 在百貨購物信用卡刷了又刷 不過郭泰卡有注意了 跟SOCO的聯名卡今年8月15號恐怕會失效 双方策略聯盟合約超過20年 遭到單方面終止 目前SOCO百貨就在2月的時候提出 直接的告訴我們 要在今年的8月15號終止 這個所謂策略聯盟的契約 回顧這聯名卡的誕生 2001年郭泰跟太平洋 從光百貨簽約獨家發行聯名卡 首年發卡量來到七十萬張 隔一年圓東入主SOCO 對合約有疑慮 2006年雙方爆發爭議 最後雖然和解 但2017年圓東營推出快樂卡 搶推百貨優惠加深雙方摩擦 如今聯名卡可能失效 國泰趕緊祭出對策 七月將要換發大約三十萬張 由Cube卡來接棒 目前聯名卡包含 遠東SOCO及太平洋百貨 兩種聯名卡 流通卡數大約六十萬張 一半以上卡油已經有Cube卡 因此得換發大約三十萬張 看看目前市面上流通信用卡卡數 國泰位居第一 多達一千零二十八萬張 中信玉山分別排二三名 而先前國泰跟豪士多聯名卡 才畫下句點 這次又被SOCO終止合作 未來流通信用卡卡數 是否會大洗牌 備受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